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弧度跟弧长跟扇形面积有没有相关的公式 接着下去我们会把六个三角函数都介绍 因为从角到三角比都有一个对应关系形成了函数 那既是函数就有定义欲 直欲 还有函数的性质跟图形 那就是这个章节未来所要学到的东西 这是我们的课程大纲 首先是弧长跟扇形面积的介绍 接下来介绍另外三个三角函数 还有它们的图形 最后我们再做一些题目的讲解 首先我们进行到弧度 弧长跟扇形面积 先复习一下高二的时候我们学到的弧度质是什么意思 在这个圆上我们取一个弧长AB 这个AB的弧如果跟半径R一样长 那AOB所对到的这个圆形角就成为一弧度 换句话说你的弧长如果是别的长度的话 那我们把它除以R就会得到你这个圆形角是几弧度了 因此我们有下列的公式 第一个弧长S圆形角就会是S除以R 第二个因为整个圆对到的弧长是2πR 所以半个圆对到的是πR 那所以呢我们今天π弧度对到的圆形角就是180度 那有了180度等于π弧度这个关系是 我们把两边都除以180 就会得到1度是180分之π弧度 或者呢两边都除以π 我就会得到1弧度等于π分之180度 因此角度的转换可以用这个方式 接着做两个练习 2π弧度是多少度呢 好同学刚刚我们说1π弧度是180 所以2π就是180的2分之2 因此得到120度 那-270度是多少弧度呢 因为呢180是π弧度 所以我们把-270除以180 因此可以得到-2分之3弧度 接着我们来介绍一下弧长与扇形面积 假设圆形角是θ弧度 那圆半径是r 那我们想知道pq的弧长要怎么表示 刚才已经说啦 今天呢1弧度会对应到的长度是半径r 所以我有θ弧度 那是不是就把它r倍 所以我们得到s等于rθ这个公式 接下来扇形的面积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扇形的面积 跟整个圆面积的比 就刚好会是整个圆 对到的圆形角是2π 跟这个圆形角θ的比值会相等 所以我们使用整个圆的面积为πr平方 那这个扇形面积就占2π分之θ 所以这个就会是扇形面积 我们把它化解一下 π约掉可以得到一个很简洁的公式 2分之1r平方θ 那上面呢我们又发现 rθ可以换成s 所以我们再把它换掉 2分之1rs也是扇形面积 好同学有没有发现 2分之1r平方θ 跟我们之前三角函数的一个面积公式 两边长的2分之1乘上夹角的θ 这个很像呢 那是三角形的面积 所以它这个θ是θ的值 但我们现在是扇形面积 所以这个θ要直接用圆形角 用弧度的单位才行哦 你不能用30度放到这里面 必须把30度化为6分之π 带进来算才会是我的面积公式 好我们来做一个类题 如果有一个圆欧 它的半径是10 p跟q是圆上的两点 而且pq的弧长我已经知道是12 那pq所对到的圆形角 poq是多少度 用弧度质 第二个扇形poq的面积是多少呢 好我们回想一下 刚刚要求poq圆形角就要利用弧长 弧长是半径的几倍呢 好弧长今天是12 半径是10 所以我们用12除以10 可以得到五分之六倍 也就是五分之六弧度 再来我们来算一下面积 山形面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 它对到的角是五分之六弧度 那所以可以使用二分之一R平方θ 也可以使用另外公式二分之一RS 这里刚好有S是12啊 然后呢半径是10 所以我们直接套用二分之一RS的公式 可以得到是60单位 好接着最后我们来做 104年竖甲的手写第一题 有一个时钟 时增长是五公分 它的分增长度是八公分 假设时增针间 每分钟所移动的弧长都相等 我们要求下列三个状况 第一小题 是求时增针间 每分钟所移动的弧长 好同学我今天画的这个圆呢 是时增的针间所形成的圆 所以这个半径是五公分 那时增的针间 我们从一点到两点 或两点到三点 都是转动十二分之一个圆 那每分钟呢 就再把这一小时除以六十 所以我今天这个如果用国小的方法 国小的方法呢 整个圆所对应到的是二拍弧度 那二拍弧度再乘上半径五 就可以得到整个圆的圆周 那之后呢 我们因为一小时十二分之一 所以把它乘上十二分之一 再除以六十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七十二分之拍 这样就可以了 那现在高中我们已经学了弧长的公式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S等于R乘上θ来计算 那R现在是五公分 θ呢 这个θ的大小 因为整个圆对应到的圆形角是二拍弧度 二拍弧度的十二分之一 再除以六十 用相同的方法也可以得到七十二分之拍弧度 这是第一小题 第二小题 已知时针针间与分针针间距离为七公分 求时针和分针所夹的角度 好 同学我们看到右边的图形 这个八是分针 五比较短是时针 今天他说这两个针间的距离是七公分 请求出黄色的两个时针跟分针所夹出的角度 好 这很明显是我们高二所学到的余弦定理的应用 那余弦定理所对应到的角 可以利用两个夹边 二乘上五乘上八 分之八的平方加五的平方 减掉对边七的平方 所以很容易得到cosθ是二分之一 那它又是一个180度以内的角 那是正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知道它是六十度 六十度也就是三分之拍 好 第三小题 试问在六点跟六点半之间 时针跟分针的针间距离为七公分 是在六点的什么时候 因为是大约 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取最接近的整数分钟 那我们在右手边画一个简图 同学可以看到 大约是在六点二十几分的时候有可能 这是我们的推断 假定呢 是六点x分的时候 好 先分析时针的速度 时针它每分钟扫过的角度 是二π乘上十二分之一再乘上六十分之一 是三百六十分之拍 那分针呢 分针是二π乘以六十分之一 是三十分之拍 那从六点开始 时针所走的角度 是从这个直线到六点多一点点的角 所以这会是三百六十分之拍的x倍 那我的分针呢 会从十二的地方开始走 所以走到这个地方 它会是三十分之拍的x倍 那这两个角度 我要怎么去跟这两个黄色的线段 所形成的六十度来列式呢 诶对 同学会想到 我的时针 我可以写成一百八十 就是拍弧度 加上时针所走过的角 是三百六十分之拍的x倍 它扣掉分针所走的这个角 就是三十分之拍的x倍 扣掉之后 就是我的夹角 是六十度三分之拍 那这个用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解出x 好 同学一向一下 在大家都乘上三百六十度 并且把拍约分 我们可以得到 x是十一分之两百四 那因为题目要我估计 所以我们必须去除一下 得到大约是二十一点八 所以取最接近的整数为二十二分 所以呢 应该是在六点二十二分的时候 会最接近七公分 我们这个章节到这边结束